I want to breathe! Break through the sound! 馬力之外,全力之外! Break through the sound! 各位同學,今天我們教木蘭詞 你試一下 積積伏式式 不行不行,來吧 積積伏式式式 不行不行 積積伏式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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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識我認識我認識 你認識 嘻嘻嘻 嘻嘻嘻 Everybody has come through fighting Hu-hu-hu Your mind becomes fast and lightning Although the future is a little bit frightening Little bit frightening If you like that you're riding Life that you're riding You're riding in the road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Wing Hello阿輝 我是Rainbow 我是Reyanna 好了,又來到第二集 你猜猜我們今天第二集說什麼呢? 你猜不到吧? 真的猜不到 好啊 其實我們會說關於藝術的行業 我們今天請來兩位嘉賓 分別是Rase和Calvin 歡迎兩位 歡迎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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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兩位就從事藝術的行業 或者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你們是哪一類型的藝術才是甚麼 藝術其實就不能完全說是藝術的 就是有些設計成份 又有些藝術的成份 就是因為我們本身是獨時光設計出身的 但是自己對藝術層面的東西又有些興趣 希望將兩者融合去做 我們現在就是做一些皮革類的藝術品和食物 其實呢,為什麼 其實香港也有很多藝術的行業 也有很多不同的材料可以做藝術品 為什麼會選擇皮革的? 就是有些可能會用紙製的製品 也有很多 因為很多同學說皮革 其實都可能只是想一些皮帶 這些可能都是一些服飾上的東西 但是為什麼這麼有趣 想到皮革不是做服飾 而是做一些很特別的裝置 其實沒有特地考慮為什麼會用這些東西 就是一開始可能 就是當時讀書的時候 有一個博士教我們做一些手造皮的基本技巧 那我們就熟悉了皮方面的技術和特性 那就是發展出現在的東西 就不要說怎麼特別安排為什麼要做這些東西 其實都不是說特別自己很喜歡皮的 怎麼說呢? 就是如果做那樣東西出來 我們對那個技巧是有熟悉的 那產生那個化學作用就很自然會強變 那所以當然盡量之後都想試多些其他類型的東西 那暫時會是皮革的 你們做了這個行業多少年? 兩年?三年? 兩年左右 兩年左右 你們一畢業已經是開始做一個工作? 都算了 其實為什麼你們會對藝術設計這麼有? 是由小學、中學已經沒有夢想做這些東西? 至少有這個fashion sense 怎麼說呢? 就是我自己 那我自己小小時候就有學一下畫畫那些的 那小時候都經常想著 藝術就一定要做畫家 那大過了就發覺原來都有一些其他東西 那就讀市場設計又試一下 那出發來又覺得 其他東西都還可以試一下 那多方面 嘗試 那我看到你們的製成品 那其實也很特別 因為呢 很少皮革的製成品 會做到像雕塑那樣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和抗議? 那我忘記了 哈哈哈哈 因為都兩年前的事 那你記得嗎? 那你記得嗎? 其實是 我們做這個 皮的雕塑的靈感 是來自一些 比較古典的藝術品 畫、雕塑的形態和線條 當時我們有參加一些 學校的study tour 去了歐洲一些國家 去參觀一些藝術館 或者當地的時裝展覽 那 那 當時去到覺得 那些藝術品 給人的感覺是 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很誇張的 美度 就是一看到是 就是 有人想跪低那隻 就是覺得很美 那就是 就在想 我們有這些技術 就是我們會做衣服 會做起 就是會不會 就是 在這些東西上面 可以演變成那些 那麼 那麼美的東西呢? 那就是 慢慢在技術上面 研究 其實就是 有自己一套的技術去做 就是 就是 好像把皮弄得很硬 就是 做了不同的形狀 好像表屬 哦!就是它很硬的 是啊! 因為我看到很特別的 因為我看到有一條腰帶 然後那條腰帶 是很漂亮的 就是 拆開啦 就是 就是皮來的 但是應該是 應該是軟的嘛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呢 是很厲害的 你是不是很有興趣 買一條 可能 你算吧 哈哈哈哈 你來講吧 嗯 是有自己的技術 但是 還是要 基於那個物料 可不可以讓我們這樣 就是 認識那個物料的特性 然後再慢慢發展 要有這個技術 還有就是 你發展了最初的技術之後 你還要 再 就是 再設計 再想其他 就是 你有個基礎 然後再 怎樣做會好一點呢 怎樣怎樣做會再好一點 那就繼續去 去做一些 其實中間都應該經過了很多次的試驗 是啊 是啊 有很多東西的 那些片子很浪費 嗯 都 不是的 不會說浪費了 其實那些片子是怎樣的 你們要在外國買貨進來還是怎樣的 你們要在外國買貨進來還是怎樣的 其實會不會很貴呢 其實在外國那些片子 很貴的 哈哈 不是全部 就是 有些曾經試過在外國賣 或者其他地方賣 但是 但多數是不可以回香港買的 因為 就是沒有理由 經常要 經常要發信 又要找貨 那些方法 剛剛講到技術層 你很方便 你覺得 就是會去香港和外國的研訊 又會差很多 就是可能會去外國 就是 吸收一些 整體方面的研訊 或者其他 或者 技術主要都是來自器材 其實我 我自己覺得 手藝比較重要 就是 器材 有錢買 有錢 當然我們也是沒有錢去那個學 那 那 有得學也是好的 就是 我想做法方面 我們其實都是靠 因為現時我們都是靠上網 看書 這樣學 就是 考慮一下 有一點 就是 ec 是的 我聽了很多 你們所說的 制品 我比較想問一條 實際一些 問題 你們說 都比較少 聽過價錢 有多貴 其實是怎樣靠什麼去維新 其實現在我們做的事真的不是很維新的 唯有做一下兼職 方寶 所以為了藝術 為了自己的建成 你都願意犧牲一些自己的休息時間去找兼職 然後繼續做 我自己如果找兼職 找回類似類型的東西 有關藝術的東西 我希望做事得來 我又能學到一些東西 可以放在自己的品牌裡面 因為我聽Reyanne說過 兩位很有原則 就是不會開班授套的 因為現在香港市面上有很多皮革 我也有上過一堂 然後 你覺得有沒有得著 其實沒有 你應該什麼都做不到 因為我做到一個散字包 但是MIST在旁邊 全程教著你這個篤洞 這裡穿線 就是要力的 其實是沒有什麼創意空間 沒有什麼創意空間 這樣適合你 但是有那些器材 我就覺得 因為那些是很簡單 不會弄到有拉花 有很多雕塑的花紋 我會覺得如果那種器材 我都會懂得做 就是那個散字包仔 所以我就想問一下兩位 你為什麼這麼有原則說 不會開班 一來我們覺得現在的風氣很差 就是你三不識七又開班 然後 如果你又開班 那些人可能會覺得你跟他們一樣 就是 你一樣的 那我為什麼要買你的產品 那你買你的服務就可以了 就是 還有 另外一些東西就是 說真的 我們教 你來學 其實你都未必學得懂 其實什麼都沒有 可能工具放在這裡 手維在這裡 但是 需要很多時間去鍛鍊 磨練 那不是一時三刻可以做到 那都沒有位了 說真的 其實你們做一個 一個藝術品 或者一個作品 由構思到整件事完成 通常是否都很長時間 嘩 我們 例如 如果從例子來說 例如今年 不是 上年尾到現在 現在幾個月 11月 11月 好像做了六樣東西 嗯 五樣 因為程序都反復 最主要是要想 想是最快的 而且因為形態 我們要構思 會不會是事事事 可以扔來扔去 這樣才會出來了 那你除了那些大作之外 是不是都會做一些小手作 可能是平時 可能沒有辦法 已經有頭髓她弄的大作之外 剛剛有很多小的 可憐 好像有錢包 還有手帶 一些困在 那些困在 的 當初 做這些錢包 已經是去年 當然現在正在賣 那些當時呢希望 我雕塑買不到 可能也是買回銀包找到吃 原來也是找不到吃的 那現在覺得 不如算吧 當然 可能平易近人會比較容易接受 但是 反而 可能現在覺得 堅持 做我們認為是 真的漂亮的 那可能才 等一些人去 認識我們原來是做這些的 就不是做銀包的 反而可能會 讓更多人了解到 其實看到你們呢 每一份作份都放了很多審思 時間去求是 會不會說 有一份或者幾份你自己最滿意 最喜歡的作品 可以分享一下嗎 最喜歡的 最喜歡的 你說一下 我其實 怎麼說呢 沒有特別的 很喜歡 但是 因為每一個都是 嘔心拿出來 當然 每一個都是 親與底女 那 說特別喜歡哪一個 真的沒有 但是 我們自己比較喜歡 純粹雕塑類別的產品 可能觀賞性比較重 那些真的很特別 很有自己的風格 但是如果有買家 真的要買你們的作品 會不會捨不得 我會不捨不得 這麼深苦才弄出來 要賣給人 然後又不知道 他買完之後怎麼用 會啊會啊會啊 當然 當然 有一個好貴宿 就好一點啦 但是 都 都會不捨不得 有些沒有貴宿 你會不會捨不得 當然 我們有 怎麼說呢 如果有買家 通常也未必會直接聯絡我們 因為可能我們放在店 或者其他地方買 我們都未必知道去什麼 但是 都沒有的 有人有興趣 當然我們 就是買出去 才能讓這件事可以 推廣出去 是 現在 就是現在 藝術這一行 這樣 就是會有一個風氣 就是會拉上商業 或者環保這些議例 去吸引多些的顧客 還有那些 銷售的地方 那你怎麼看這個風氣呢 就是你會不會覺得 啊 環保好啊 夾在一起 還是覺得藝術應該是藝術 不應該是其他東西 我想 看每個人怎麼看 如果作我們說 就 當然 環保那些 是 應該做的 但是 如果 從 賺錢來講 我覺得不太道德 就是我們本人覺得環保 其實 老實說 我們覺得是一個全球最大的商機 但是 我們 就是騙人 其實我覺得他們 也是的 搞到家裡幾十八個環保袋 現在會 因為是漂亮 然後買 然後就很多環保袋 很多布袋 還有可能一件藝術品 就是告訴你 有很多環保元素 但其實可能做了很多次 就是已經浪費了很多東西 之後跟你說 那件是環保的作品 就會很虛偽 我想兩位嘉賓 都是想忠於自己 喜歡的東西 去推廣自己喜歡的東西 嗯 但其實已經兩年了 中間又 那麼長時間 可能收入也不是很好 銷售也不是很好 其實有沒有想過放棄 不停打算放棄 哈哈 那 想放棄就一定有的 就是總有些氣餒的時候 就是譬如 或者聽到一些比較差的意見 有時候都會 是不是真的 做你 就是好像 有點浪費心機 挨眼睡的感覺 那你聽過差的那些會怎麼說 呃 我又不方便說 就是無謂說 那但是 呃 怎麼說呢 就是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的 就是老實說 那 你們家人 跟朋友 跟朋友 做事 嗯 他們之前 有點反對的 哈哈 那些朋友 很多 就是 有些朋友說 喂 你在這裏做 有沒有錢 你這麼不知所謂 這樣 就是我收到很多這樣的意見 那 不過因為這裡是香港 那 大家可能是一個禮拜 就是 看錢分上 多一點 其實如果不在香港 可能會好一點 有沒有想過去別處 去發展你們 喜歡的東西 當然 當然是想 但是當然也是 錢先 現在就是沒有錢 你怎麼去外國呢 那 而且去外國 要有 兵典兒的關係 那 可能要簽一些代理人 那 暫時都沒有 有沒有說哪個地方是 就是 最想去 不想 實踐你們的 兵典的地方 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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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 我覺得 就是如果可以去到 底地方 當然 到處都去一下是最好的 那 始終 去多些不同的地方 那個 想法會好些 就是 對我們想設計 或者做衛術 是有幫助的 但是 就是 怎麼來過了你說想放棄 對 就是什麼去支撐 你繼續 到現在都繼續做 嗯 其實到現在一刻都是 可能前兩天都還是想放棄 那些 就是現在每個 間歇性都是想放棄 那 但是 怎麼說呢 就是 就是 有做了那麼久 那 你說 那些事情 真的不捨得 一來 那二來 就 你 讀完書出來 就 聊完整個身體 出去做這件事 說真的你出去找大陣 工作 人家都未必請你 那 沒有啊 就是有一點點破釜尋走 那 那有沒有後悔過 就是當初 孤朱一閘 就只讀這方 做這行 其實真的很勇敢 我覺得 十分勇敢 你有沒有後悔 我有後悔 真的 是 這麼有 她 真的 沒辦法 她自己 才會挑選 還有 而且 希望 如果我們這要做 我們我們做 先前 一開始 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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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社會的 風氣 或者是文化 然後有燈獻 都OK 這個很 壞牌 是,真的會 好,我們先脫離這麼高層次的對話 我想八卦一下 其實你們都會 我知道你們會出去放一些券 也會有些人來看 考慮去買 但是,因為你們剛才說買的人都會偏少 那有沒有什麼奇怪的人 或者很沒禮貌 壞行 那些怪客 我批評 或者是戴完之後 然後說不買了,不買了 試過不買 其實每個人都是這樣 但是,當面去評擊你 比較少 背流 不是,當著你面 他轉背帶給我聽到 對,有些 他好像很小聲,但又給我聽到 那沒辦法 那當然是一件事走出來 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 不過他們通常 他們批評是比較質疑的態度 你跟他們說是手組 他不會覺得是手組 他不信 他應該會問,要不要這麼貴 這麼漂亮?是不是手組的? 所以這個是香港風氣的問題 就是手組一定很噁心 一定是很差的 用用爛爛 你們的技術 即使是手組 都不會說用用爛爛 都要保持久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手組 不要被人覺得 有時候覺得手組 這個字有一點貶移 好像都隨便做 但我們希望手組 這個詞語在香港 可以有好一點的推廣 走出來,我手組應該是漂亮 我手組不會比機組 我手組不會比機組 手組更加是表達到 有你們的心血 是的 希望香港人可以明白 手組的價值 就是咬開也有血 你現在 是一無二 真的不會機制的大量生產 很多東西 然後搞到好像 到處都找到一個 是這樣做 其實現在在香港 每個人都擺明 做設計 比較坎坷 做到比較難看 但是香港仍然有很多 有不同的大學 仍然有設計 這個科目 其實每個都有 Facial Art 我想其實每一個人 人心裡面 都有這一段過 我想做你的夢想 你會不會有什麼 說話可以聯繫一下他們 即是你們有經驗 還是你們會警戒他們 不要亂說 不可一 不可再 當然 就是多些人做 是好的 如果你說 有什麼中共 就 很老實說 你要當很多人都 是不吃東西 就是 他們喜歡有錢 那如果 你撇除了的因素 你放膽 做 你會 你會得到更加多 東西 除了錢 即至少做得舒服點 當然 我提議 Jow Studio 不要太貴了 還有 一天三 就是 一天三餐便一天兩餐 下午餐 下午餐便宜一點 那些 那些 我們說 都不緊要 不是啦 別人 辛苦多了 還有 還有 如果你是 華人 王中人 做藝術 一定會 先天成 會 會被人歧視 你應該有心理做 為什麼呢 他們會覺得華人 藝術的意識 沒有那麼好的 一來可能 怎麼說呢 你看到 例如街上的廣告 我今天才在許牛山 看到一個廣告 在製造一個芒果類的物體 明明裡面那些人 不是法國人 我知道 那他拍張照 也要找一個法國人去製造 那他裡面 不是法國人製造 那為什麼要法國人製造 因為法國人製造 比較貴 沒有的 那大家對 民族崇洋 這方面 就是比較根深太酷一點 就是自己歧視自己 也挺像他們 對 對 其實香港的社會 真的這麼傻 其實你們一直都 很有自己的風格 都不會輕易這樣去製造 其實是否想 去營造一個品牌 可以令他知名度高一點 可能 那個消情又會好一點 嗯 可以 可以 走出來 就是被人知道 在這裡 譬如架雕塑 就會想起我們 當然是好 那 就是 這個也是我們想 一直做下去 會期望有這個成果 對 那都 我相信你們可以繼續 去把這個行業做下去 那也都希望 好像如你們所願 保持這個 刺激的 火 對 要加油 謝謝 我真的很喜歡你們的 我們會幫你大大宣揚 很喜歡 雖然我們那個 真的 雖然我沒有錢買 但是 但是我真的很喜歡 對 真的沒有錢買 你大美太哥 這個 我們盡量認識多一點 我嘗試認識一些明星 難理不了 都難理不了 都難理不了 難理不了 好 那先謝謝兩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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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你幾位 說話 哈哈 公公公公紅 推介 拜拜 好啦 那我今天就介紹一部電影 其實它好像快下畫 我都不清楚 如果是的話 大家就裝模作樣去看 它就叫做少年自讀日記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有聽過 阿 妙麗做的嘛 對 亮點就是 妙麗 我都見到那個Posa 我有一點點是因為這樣而去看 加上我聽來覺得很好看 那我一看呢 又真的很好看 但是呢 是有一點高深的 不會看一次就明白 就是大家 它的劇本寫得很好的 可以看幾次的一部好戲 但是很搞笑的就是 我後面有一個鬼妹 然後它是哭到抽筋的聲 然後掩著嘴巴 其實可以想像到這部電影是有幾有感染力 為什麼會哭到那麼抽筋 那麼抽筋 我真的不是很清楚 其實我看其實 我真的有點眼濕濕的 但是可能加上我這個人又蠢蠢的 不是掩飾到 又不至於哭到 明白了 明白的 是啊 你呢 我們明白的 這段時間我也有看 其實也不是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也頗久了 上個月 我想 我看閃亮人生 有沒有聽過 我上年的 上年的 哪可能 法國 法國出的時候 法國出的時候你就看了 好厲害 不是 上網也看 見多了 不是 我是看正版的 不是 明白了 他給了一個法國牌 大家聽著 這段真的很好看 我也看了 是啊 其實很窩心 我看的時候 我又沒有去到很多感動的地方 真的很想哭 但是我就覺得 很窩心 因為是講一個 傷殘人士 然後就是有一個 黑人去照顧他 對 有一個黑人去做一個 看護去照顧他 令到他的生活很不平凡 我真的不是在局限於 因為傷殘而不可以外出 跟他玩skydiving 我覺得 這個真的 他的情節很多都很意想 是啊 是打破了兩種 很特殊的關係 一種就是種族 第二種就是主服的關係 相見的 相見的問題 我覺得很窩心 而且也挺有意義的 大家如果還沒看的 就盡快去看 兩套都要看 最重要 它是真人真事改編 大家要相信這個世界是有好人的 是啊 是否好玩 想哭 好感動 我們說這些話 會不會是這樣啊 好啦 又來到我們相思信箱的時間 這次我們主題就是分享歌詞 耶 歌詞 沒錯 那我首先讀其中一段 這段就是來自 開不開的名字 當然可以開的 就是哪個 Ehat Kawaii的爸爸 就是你一百 對 首先 我邀請Rainbow幫我唱他的歌詞 我沒說過可以開我的名字 麻煩你 你像印鈔票 你像印鈔票 同號碼不笑 世上百萬人 得幾個色調 如何拒絕像人 當你是人中要心跳 嘩 其實可能他指定我們怎麼唱會播歌 誰知道換你一個 不好意思 對 這首就是Shan的族 這首歌其實很大支甜 我們Kawaii的一刻 記得自己回家聽一下 那爸爸就跟你說 他說 生活上可能會有很多規範 可能為了融合其他人 或者是融入一個團體 很多時候會不知不覺地改變了自己 那爸爸就希望你們要記住 自己是一個什麼人 想做什麼 不要說別人要做你就去做 更加不要讓這些事情改變了你自己 最後也希望 那麼多位KawaiiBB 你們這三年或者四年大學 會不會更加開心 很有意義 這首歌 我會覺得 因為好像裡面有一句話 是自信最重要 大家記得要做回自己 那 我們也有一個故事想分享 真的 我有一個很sweet的故事 要跟大家分享 那 這個故事就是來自Kate的 那他就說回 他當年還沒跟男朋友一起 但他們兩個都很喜歡 陳契訊Eason 所以他們就會經常用歌詞來溝通 有一種 知我者為你的感覺 那一起了之後 他男朋友就在他的Facebook 上發了一條連結 就是Eason的天下無雙 那其中有兩個歌詞 他就覺得很觸動到他的回憶 和和男朋友很甜蜜的時光 就由雞珠唱 由阿輝唱給大家聽 若問世界誰無雙 會令明天昨天也閃亮 定時答你從無雙 當我感激 竟然有一相 我倆 我覺得唱得好聽過Eason 哇 你這麼說 我也有 對不起 Eason粉絲不要打我 我只是說說 很危險 這樣他又說了 有一次 就一起了之後 他就和家人吵架 在凌晨的時候 他就哭著很慘地打給他男朋友 這個時候 他男朋友就說了一句 無論怎樣都好 你想哭就哭 我會一直陪著你的 然後他男朋友就沒有再說話了 這個時候 Kace就覺得世界彷彿就變回很寧靜 心境也平靜了很多 因為他覺得在男朋友身邊 就會感受到無比的溫暖 感受到踏實 和很幸福 長長路中走到那裡生命裡 又未我方找到生存內容 難行一枝不照我對生命眷戀 好啦 接著就來到一個 又是很有感情和文學氣式的點唱 大家還記不記得上一集呢 忘記了 有沒有聽 很棒 對了 這個是一個延續來的 那他想點唱這首歌 就是 張國榮主唱 陳奕迅也翻唱過的 《最冷一天》 他的歌詞就說 如果苦笑 比眼淚更真 但願笑聲像一滴滴文 有請 Simon 你已經讀完整個歌詞了 又有我唱 好啦 如果苦笑 比眼淚更真 但願笑聲像一滴滴文 好有感情啊 你說 是一定要唱的 所以 好 那我繼續 我唱不到 他就說 完了 對筆 總算完了 上有餘下的 留下的 是哪疑問 是哪不快 是哪孵進去 感到屈滿的空氣 我該說點什麼對白 我總該有點兒感覺對白 然而歡愉的氣氛 看似容不下者睡 不同的煙霞 而我 就 一聲 噴嚇了 好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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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多摩難 難得發抖 抖出了那陰調間的腐蝕 酒精與冷笑 次是不自然 和應著我那些糾結的事意 迷上了酒精 迷上了這悲冷更冷酷的文 頭痛得要命 用我不再廢神廢酒 思索一次又一次 蒙糊不堪的苦事 用我不再在苦笑間 遺下那失落流淚的勇氣 唉 就是這樣 大家 聽我問好 好哭 好哭 傷感的 傷感的 這是傷感的 我其實 我其實 因為我看大家都 好像想哭 我看見大家的眼睛都紅了 我就想搞一搞笑 對 沒有睡覺 那麼坦白 下一層 對 下一層之前 呼籲大家不要借酒精銷售 剛剛 他說用酒精 嗯 對 不是很無聊嗎 有感義法 好 下一個 先講歌詞 這是一個回到過去 周杰倫唱的回到過去的歌詞 請阿榮 想回到過去 試著讓故事繼續 至少不再讓你離我而去 好有魂 超 很哭 聽到已經想哭 說想拍手掌又不拍 好了 這個神秘人的點唱者就說 你曾經送我這樣一句歌詞 那兩個月 那清潔的時光 我列我們的歡笑聲 直到今天 我們一個人回家的時候 偶爾還是會想起你 想起那天下與你無著 與急忙從家中講過來 想起你每年愚人節 從英國傳來的短訊 想起我們在海旁 聊大家的過去 原諒我當初不懂得如何去愛你 雖然我滿意淡出彼此的生活 但你還是我生命中一個重要的人 有句話 我一直想跟你說 謝謝你 曾經帶給我的一切 對 這個就是一個很傷感的 為什麼大家的點唱都好像有點傷感 想問一個問題 嗯 真的不是讀清溺嗎 那裡 我剛剛也有讀錯字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不要緊 好嗎 好嗎 好 還有一個也是很傷感的 這首歌就是張國明的左右手 我也很喜歡 這首歌就是張國明的左右手 非常有趣的 神秘人就說 是另一個人 不是同一個人 雖然也很傷感 這是一個屬於我們三個人的故事 張國榮 我們的偶像 謝謝你們兩個 我的父母 讓我從小時候開始模仿她 聽她的歌 跳她的舞 順拜她 迷戀她 忽然 有一天 偶像走了 世界突然沉默 沉默了 忽然 又有一天 你走了 而這一天 我們就好像失去了一切 有一個晚上 我又想起你 然後我打開這首歌的連結 左右手 親愛的偶像 你的左右手 或者不同我的左右手 但是她和她對我們一樣這麼重要 多謝你 曾經用你最大的能力 最多的時間 一直心愛著我 我想念你 即使掛著你 掛到有時候會變得軟弱無力 失去人的重心 我都會頂住 因為 我好像在歌曲裡面找到 你給我的答案 即使習慣了扭轉呼吸 都張開不了口 即是那個歌詞 我深信 你離開了之後 仍然會 散落在四周 多謝張國榮 多謝我最愛的女人 已經一年了 現在的你 在天堂 和你的偶像相遇沒有呢 你幸福嗎 幸福就好了 在天堂 和你的偶像相遇沒有呢 在天堂 在枕邊攝影 同樣記得 在枕邊攝影 當天一年哀嚇 要著我右臂 就這樣而分手 從哪天起我 不見別淺陰 從哪天起我 不見別淺陰 就這樣而分手 鏡條亂左揚 插幻動扭轉了 呼吸到張筆開閃 你離開了 又散落四周 從哪天起我 戀上我左手 差不多了 那今集時間 拜拜 下集記得再聽了 很好聽的 對呀 拜拜 拜拜 哈哈哈哈